Hello,这个《新美南吉》的故事我都是由日文译过来的 原文和有篇英译都在影片描述到的了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买手蜜 寒冷的北风终于将冬天吹到来这片森林了 有日早早 一只和妈妈一起住在洞里面的狐狸仔 刚刚想出去 就啊 一声叫了出来 掩着自己对眼 滚回去妈妈那儿 跟她说 妈咪 有些东西进了我对眼 帮我弄回它出来 麻烦你 狐狸妈妈吓得很惊 小心翼翼地移开 图图对手一看 但是看不到眼里面有任何东西 到她自己走出洞外一看 才明白是什么事 原来昨晚一夜之间落了很多雪下来 这层纯白的雪 一反射了照下来的阳光 就好惨眼 狐狸仔 不知雪是什么 一被强光惨到打不开眼 就以为是有东西 挤了入去 跟着 狐狸仔就出了去玩 她在好自私 那么软绵绵的積雪上面 跑来跑去 飞浅的雪花 就在阳光下 化成彩虹的颜色 突然间 她身后有东西 踏了下来 好大声 原来是那些雪 整个面粉一样 扑一声打了下她的头上 狐狸仔 吓得差点跌倒 跑到成十米外 先回头看看 究竟是什么事 但是什么都看不到 刚才只不过 是有棵冷颤的树枝 滲了些雪下来 现在树枝之间 都还有一些 在这里滲着下来 好像一条条白色的 丝线一样 没多久 狐狸仔就回了家 妈咪 好冷啊 对手 好像被针刺一样 她一面说 一面伸出双手 给妈妈看 妈妈就用温暖的手 轻轻包住她那两只 又湿又冻又红的手 敷点热气上去 好快就会暖的啦 不用怕碰到雪的 一阵就暖的啦 不过说是这么说 冻伤了 揭她猫妈妈就购手 儿子一起出了他们的洞 儿子就在妈妈的肚子下面 边走边四围望 眨眨眨她那对圆滚滚的大眼 他们走了没内 就远远望到宁丁的一点光 狐狸仔一留意到点光就说 妈咪,那颗星跌到这么低的 那颗不是星来的 狐狸妈妈搭的时候 已经觉得脚远 是小镇里面的灯 她一见到那点灯光 就想起之前有一次 和朋友一起进去 结果吓了一餐猛 都叫了她不好的啦 她朋友就是不听 走去偷人家养鸭 结果被人见到 不停追着他们不放 追到他们差点没命 才就脱了 走啦妈咪 干嘛不走呀 快点啦 儿子在她的肚子下面吹她 但是她对脚就是不肯走 她没办法 只好叫儿子自己一个进去 乖 给我一只手 狐狸妈妈说完 就骗着儿子的手一阵 将它变成了一只 人类小朋友的手 狐狸仔开一下又合一下手 撇一下又闻一下它 好怪呀妈咪 什么来的这只 狐狸仔在反光的雪地上面 眼定定地看着那只不像自己的手 是人的手呀 狐狸妈妈继续跟儿子说 那等一会儿你入到镇里面呢 就会见到很多人的家 你要找那间呢 外面挂着个招牌的 招牌上面有顶圆形的帽 找到之后呢 你就敲门 然后说 不好意思 入面就会有人过来开小小门 你就在门那伸手伸进去 记住是这只人的手呀 跟着就跟他说 麻烦 我想要对这只手这么大的手蜜 记不记得呀 记住 千万千万不要伸错手呀 狐狸仔就问他 为什么不好呀 那些人知道了你是狐狸 就不会买手蜜给你的了 不单止不买 连你都会捉迷 运在笼里面 他们好恐怖的 哦 千万不要伸另一只手进去呀 记住 是人那只手呀 狐狸妈妈说完 就放了两个银仔 在那只人的手上面 被狸狸握住 狐狸仔向着灯光的方向行 落在雪地上的每一步都不太稳固 行行下 最初得一点的灯光 逐渐变成两点 然后三点 后来多到有成十几盏 狐狐狸仔 猫狸仔望到就在那里想 原来那些灯都好像星星一样 红呀黄呀蓝呀 什么色都有 他终于走到入阵那阵 整条街的屋都已经关门 温暖的光 温暖的光透过上面的窗 灑到屋外 即雪的街 究竟是什么 终于被他找到了 卖帅卖的屋 就跟妈妈说的一样 蓝光照着的招牌上面 有一大顶圆形的黑色帽 狐狸仔照妈妈说的敲门 不好意思 她说完 就听到里面有点咸咸声 跟着路门开了小小 忽然露出街外的光 就好像白雪上的一条长丝带 狐狸仔被点光残到眼 即刻乱了 妈妈说了千万不要伸错那只手 她就伸了进去 这只手这么大的手蜜 麻烦要一对呀 卖帽的人心想 哈?这只狐狸手来的呦 狐狸说想买手蜜 她想着给几块树叶我呀 麻烦你给了钱先 她说完 狐狸仔就乖乖地 交了手里面那两个银仔给她 她用手指夹着两个银仔 互相敲了几下 碰撞声听下都好清脆 这些不是业仔 真是银仔来的呦 她一边想 一边由架上面 拿了一对小银仔带的手蜜 放在狐狸仔的手上 狐狸仔说了多谢之后 就倒转头 走回来那条路回去 她一路走一路想 妈妈说到那些人那么恐怖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呀 那个人见到我的手都没做什么呀 那些人究竟是怎样的呢 狐狸仔越想越好奇 她经过某间屋那阵 听到由窗口传下来的人声 觉得好好听 好亲切 讲不出那么温柔 静夜里沉睡去 乖乖一觉睡到天明 睡梦里长夜去 浸边母亲的手蜜 狐狸仔都挺肯定 首歌实是人类小朋友的妈妈唱的 因为平时妈妈哄她睡觉那阵 把声都是那么温柔的 跟着她就听到有小朋友说话 妈妈 今晚森林里面的狐狸仔 狐狸仔一定在那儿叫冻啦 妈妈就答 森林里面的狐狸仔要睡觉啦 在洞里面听着妈妈唱歌呀 狸仔都要快点睡啦 谁快点睡着觉呢 狐狸仔还是狸仔 当然狸仔快点睡着觉啦 狐狸仔一听到她这么说 就好挂着妈妈 突然跑了起来 赶回去她身边 狐狸妈妈越等就越担心 一路震一路想 回来未呀 儿子回来未呀 儿子回来未呀 儿子一回来 就被她抱着实一实 她是差点未开心到哭的 两只狐狸一齐走回森林的时候 月亮都出来了 他们的毛在月光下 看下银光闪闪 而脚印就打了层 深蓝色的阴影 妈咪 那些人一点都不恐怖啊 为什么啊 刚才我都是搞错了 伸了自己的手进去 但是那个人都没捉我 还给了这袋乱粒粒的手环我 狐狸仔一边说 一边隔着手襪拍下拍下对手 唉 你真是 狐狸妈妈都不知道 讲什么好 不过之后她都有问自己 难道 他们真是好人来的 那些人 真是那么好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